女蓝丰厚报仇的商业代言 她不在C位甚至没法参与 在欧美打工五年也不如国内一年工资高 可两年前世界杯占美国仅四分的她 如今单场31分15版 成为奥运女蓝历史第三位30加15球员 或许在人们印象中李月如只是个萌妹 可现在她已然成为中国女蓝最后的体验 过去几年李月如赚的不算多 在WN杯她的薪水为6.48万美元 在土耳其年薪11万欧左右 可如果回到WC杯 对比其他国手动辄一两百万年薪 她只会拿到更多 事实上广东也给李月如开出过两百万家的薪水 内蒙古也报价三百万以上年薪 更何况在国内商业也是大头 出国打球必有损失 但面对这一切 李月如还是选择追梦 国内开价再高 无非是优秀球员扎堆 换个地方吃不一样的苦 一定很有趣 不得不说的李月如很清醒 这些年WC杯变化很大 十多年前随着马亚摩尔到来 WN杯数十位MVP都来过这里 相当于詹姆斯约吉奇们 集体空降C杯 这批国手怎能不进步 可近几年愿意投资球队减少 联赛竞争力急剧减弱 李月如甚至只有出去 才有机会提升 但想要去WN杯哪有那么简单 按国家队规定 只有在海外出场时间超过15分钟 才能向球队请假 李月如明白去WN杯很难符合要求 只能先去土耳其联赛锻炼 当然土耳其联赛竞争力不差 队内训练质量有保障 每场比赛都会遇到不同类型球员 特别是土耳其的伊兹米特 他和我是同类型球员 所以我能学到很多 这更让我坚信 出国打球是正确抉择 可2月加盟WN杯火花后 小宝遭遇更多挑战 首先是语言观 在首次公开发布会上 他还需要身旁翻译 回答也是断断续续 为此他强迫自己和国外球员交流 还逼自己不带翻译参加发布会 直到现在 已经能全程用英语流畅对答 技术上他也一直在强化 对阵西班牙加持命中的三分 也是为了跟上WNB的篮球风格 特意练习的 这几个月李月如时常要往返200公里 就是为了和哈登御用训练师 乔丹劳力训练 强化集听跳投三分能力 本赛季李月如发球命中率87.5% 这一水准也在奥运上 13罚12中得到体现 很多时候李月如还有国家队方面压力 篮切怕他没有时间磨合 希望他尽快归队 对此他也做出了保证 在WNB打球 我也会特意了解奥运可能遇到的对手 做出总结 尤其针对国家级运动员去做笔记 为奥运做好准备 可要知道如此高压下的李月如 也只是个99年的小姑娘 给自己打气的唯一方式 就是发布训练视频 配上吉堂警局 诸如汉水不会辜负 不想练 所以更得练等等 异国他乡一人独行的日子 他只能这样激励自我 好在汉水终究没有白费 在WNB每天和美国南球员的对抗训练 也让李月如从吐槽 抢不到篮板 到如今面对西班牙内线 全场15个篮板 10个都是前场板 此前欧运杯上 面对激烈对抗 李月如时常要打满40分钟 这才有了打西班牙 加湿海体力充沛的表现 从乐生赛到奥运正赛 李月如向我们证明了 他这一年没有白费 某种意义上 拥有可爱外表的李月如 比国内很多男子球员 拥有更加强硬的内心 正如电影绿皮书所说 这世上到处都是害怕 主动迈出第一步的孤独之人 幸好我们还有小宝 选择了勇往直前